11月28号上午 在江苏省连云港市 交警巡逻时 发现了奇怪的荧幕 在车流穿梭的一条主干道口 一名男子正在对地上的 行车标线进行图改 当时我一看到 后面也没放最统 很危险 我就问 我说你是 谁叫你来画这个标线的 他不支撑 进一步细问 他说是他个人 来画这个标线的 没有哪个单位叫他来画 从现场的监控视频来看 这名男子不仅将左拐车道 改成了左拐执行车道 同时还自己在路口 又画出了一个左转等待区 而问其私自图改交通标 每天下班我就坐车 说不定是经过这里 每天都很堵 我就想把左转 然后多刻一个车道 根本只是单纯左拐的标线 被这名男子 图改成了执行家左拐的标线